师妹们 上午好 我是豆腐兰 今天是清明 我们写五个字 在写的过程当中 一些笔法我会穿插进去 好 第一个字 有 哪一个有 有没有的有 关于这个有的笔顺 很多数有 都有中意 一般对着说 必须先写笔 我的回答是no 那么应该怎么办呢 就是你怎么顺手 怎么来 行书 必须先写笔 那我这个字呢 我一般是先写横 墨呢 因为加点水 现在没法加了 我用的这种纸 最普通的 又怎样普通 几分前一张 是不是用不起好纸 不是的 我就是想让你看一下 纸有的时候呢 链字呢 链字足够了 那里面这红啊 有细到处 嗯 两个小红 略有不同 好 第二个字 这15点的写法 啊 七笔 八笔呢 怎么讲啊 平了啊 按下去 左点 横 欲 横 先竖 最划杀 嗯 在这就按 按 按 按下 按一下 把笔往上一踢 嗯 在出风的时候 快点 这个地方呢 没有必要去写成 一个条点啊 怎么怎么样 单纯写一个古 啊 下面是个古 古的古 古的古 那么可以那么写 但是呢 我们写这个容的时候呢 没有多少必要 我的感觉是 因为这个纳 就从这里出来 这个纳一般 没有第一篇 是吧 就是说 我不会写纳 我写纳那里的时候 可能是 真的是一点 请求 看这样子 好 欧铁啊 一旦你写慢了呢 有的时候怎么了 它就没有神了 嗯 笑一把 容啊 撇是一点脆 哇 笔画的 比较精致哈 没有表扬的 自己表扬一下 有容 干嘛呢 有容 随一脑猜一下 起笔垫一下 可以不垫的 垫的目的就是为了什么呢 为了让这个笔锋啊 弹 就是说 恢复到原位 再 这就看到笔的这个弹性了 如果这次笔没有弹性的 肯定不行 对不对 嗯 这 总护数 你也弄笔管 嗯 这个恢复又是最滑沙的写法 嗯 像我这样 就是说 毫不保留的把自己的一些 感想 咱不敢说是笔法 也不敢说是经验 啊 与你分享的 有没有啊 嗯 回去 嗯 这个地方 你看这个点啊 这样 不要让它出风 稍微挑点就可以了 嗯 这个点 注意 按下去 最后收笔的时候 按一下 顿一下 你不要让它受太坚 啊 有人 得 得什么呢 奶啊 关于这个奶字 这个笔顺呢 又有正义 那我一般是怎么写 你看 我一般是先写这笔 有的是先写批 到底哪一个对 我的解释是 怎么顺手 怎么来 没有对错 哎 是吧 就像 我们说的文武第一 武 文武第一 武第二一样 是怎么说 狗 这个字有失败 感觉是不是那个狗 觉得是不是有点长 这个奶啊 这个皮不要低于这狗 这块好像有点长 哇 有点长 好 你看我这个纸啊 我的最大的好处 哪个这么一些成功 我告诉你了 你看这个纸 还有 还有这个什么 小刘白呢 不是 小洞 这什么什么 那么这张纸 真的好一般啊 对吧 幽人 这个大字一定要注意 注意什么呢 因为这个字的笔画少 所以这个红 粗一点 偏 看 高级 先往上 一按 解决捻动笔管 不捻 你就转到水管 往下走 看 这个地方就抬笔 好 往这里 看 又抬 好了 要压了 压下去 看到这里 出风的时候 快点 就这个角度 那 从这里出来 踩两个交接点 就可以了 看 走物件的加厉 把这个笔 按到一半 就是我们说的 五分号 一边行笔 一边抬笔 慢慢的出风 因为我们这张纸 是最便宜的 对吧 最便宜的纸 写出大片的感觉 当然 有的字没有写好 来 这块长了一点 扔 宝盖 稍微长了一点 因为我从 右往左写 有的时候 看不到第一个字 大小 所以说的一个时候 还是一句话 还是需要 继续努力 好 这是这五个字 我们再写五个字